身在娱乐圈的明星们,想来是没有隐私的 为了事业或者为了家人 明星们不得不想方设法的隐藏自己婚姻状况 阿萨就是这样 当年阿萨所在的吞死组合可以说是红遍了华语世界 20岁的时候开了演唱会 他的实力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在后来事业正当红的时候 他却和娱乐圈大捞郑东汉的儿子郑中基结了婚 但为了事业只好隐婚 更甚至为了躲避狗仔 还曾经藏在后备箱中 在这场爱情里他爱得小心翼翼 但还是离婚了 后来又遇到了陈伟廷 那时的陈伟廷还没有名气 在女强男弱的情况下不免受到很多攻击 而阿萨发文力挺陈伟廷 表示他们的生活与网友无关 而在事业上阿萨也给了陈伟廷很多帮助 后来陈伟廷终于凭借着古剑奇谈爆火 但两人却在2015年和平分手 阿萨也和他的名字一样走得潇潇洒洒 再没提过陈伟廷 直到后来遇到了石鹏聪 网传石洪聪家里拥有300亿资产 他更被称为麻将馆太子爷 但他十分勤奋上进 最重要的他一直将阿萨捧在手心里 两人低调相爱经常撒糖 面对记者 阿萨再也不用躲落藏藏 面对大众也终于有人为他遮风挡雨 如今37岁的他颜值身材俱佳 近日更被报好事将近 预计年底结婚 但却被双方否认 想想娱乐圈明星否认的事实 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到底能不能相信 但小编仍然希望他能迎来自己的幸福